我做家教遇到一对美丽的母女花,他们的热情令我招架不住,却没想到热情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我叫王明,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最近学业宽松,加上手头上有点紧,于是就在网上找了一个家教兼职。 补课的对方叫刘婷婷,是一名舞蹈学院的大学生,补习的内容是英语四级。 谈好补习的时间之后,我休息日抽出时间按照网上给出的地址来到刘婷婷的家中。 刘婷婷的家在市中心的一所高档小区内,整个面积大概有两百多平米,檀木家具,各种古玩名画随处摆放,从布置来看,刘婷婷家里非常有钱。 可能是知道我要来,屋子的门是开着的,我顺手一推就进来了。 我在偌大的客厅里叫了几声之后,发现没有人应答,我想可能人家有事稍微出去了一下,于是我就坐在客厅的沙发等待。 没成想,我却听到了一些细微的声音,有男人粗重的呼吸声从我左手边的房间里传出来。 声音断断续续,时高时低,焦香呼应。 好奇心驱使着我想要一探究竟,于是寻着声音的源头来到房间门外, 透过窄窄的门缝,看到床上有一男一女正在挥汗如雨。 两人人纠缠在一起,在床上和地毯上滚来滚去。 不过可能是男人能力一般,也就几分钟就结束了战斗。 我看了一会,便就没了兴趣,加上不想让别人看见我在偷窥, 于是就捏手捏脚地离开了门外,继续坐到沙发上。 等又过了几分钟,我听到开门的声音,随后一阵脚步声从我的背后走过。 我想,应该是刘婷婷的男朋友办完事了之后离开,我也没管,毕竟这是人家的自由。 等我缓过神来,刘婷婷就已经坐在我的面前。 我看到她的第一眼,竟然感觉像是看到了仙女。 刘婷婷长着一双迷人的桃花眼,纤细的柳叶眉, 秀鼻高挺,椭圆形的脸蛋散发着丝丝红韵, 双唇也是纯天然的少女粉,配上精致的五官, 简直就像是仙女下凡一样。 你就是来教我英语的老师。 她发出犹如青流坠入山间的清纯声音, 如此的美貌,加上这种酥麻动人的声音, 简直就是一种极致的享受。 此刻的刘婷婷因为刚做完运动,头发还有些凌乱, 额头上有些碎发杂乱地缠绕着, 她也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白色近乎透明的丝绸睡衣, 而且她里面更是真空,有料的身材将睡衣撑开,随风摇摆。 我不敢低头,就怕一眼看到她的神圣的地方, 只是侧着脸说道, 对的,刘婷婷小姐,我们是约好今天下午三点开始学习的, 现在都四点多了,你看是赶时间还是就现在学? 就现在吧,你先坐一会, 我去把教材什么的都给拿过来。 刘婷婷起身,准备往卧室走去, 却又突然叹了一口说道,算了,老师, 还是你来我卧室吧,材料都在这,我也懒得搬了。 说完,刘婷婷朝我挥了挥手,示意我跟上她。 虽然说直接进女生卧室似乎不太礼貌, 但是这是她的邀请,我也不好拒绝, 于是就跟着她来到卧室。 就像是大多数女孩子的卧室一样, 刘婷婷的房间里布满了温馨的海报和贴纸, 还有很多的布偶娃娃。 唯一不同的是房间里弥漫着一股迷迷的气味, 这就是刚刚剧烈运动过的证明。 而且屋子还没有收拾, 所以看起来比较凌乱, 我甚至在刘婷婷的床上看到了她脱下的内衣。 老师,坐。 刘婷婷拍了拍屋子正中间的一张学习桌, 搬来一张凳子让我坐下, 老师,我还没有问你叫什么名字呢? 刘婷婷小姐你好, 我叫王明, 是在读的一名重点大学的大三学生。 我很有礼貌地回道, 正准备坐下的时候, 发现面前就只有一张凳子, 于是便问道, 小姐,这只有一张凳子, 我坐了你坐呢, 要不我再去客厅搬一张过来。 刘婷婷摆摆手说道, 来来回回多耽误事, 要是王老师你不介意的话, 我直接坐在你腿上。 直接,直接坐腿上? 我没想到, 面前这个女孩子竟然这么开放, 心里开始紧张起来, 这不太好吧。 刘婷婷似乎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 气鼓鼓地说道, 怎么, 王老师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什么叫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这明明就不合规矩好吧。 但女方都说不介意, 我作为男方, 要是接受刘婷婷这样的游物 坐在我的腿上, 自然是占便宜的, 所以便没有再多说什么。 就这样, 我坐在凳子上, 刘婷婷果真毫不客气地 坐在我的大腿上。 关键是, 她身上就只是披了一件单薄的睡衣, 她坐我腿上, 基本上相当于是肌肤接触了。 关键是, 她不认真听讲, 总是在我腿上扭来扭去, 丝滑的皮肤隔着衣服刺激着我的身体, 我感觉自己已经快抑制不住了。 王老师, 这个单词我不会, 刘婷婷嗲声嗲气地对我说道, 一边说着一边往我的身边靠, 她本来就坐在我的大腿上, 加上这一挪动, 基本上已经算是整个身子靠在了我的怀中。 我和刘婷婷才刚认识不久, 而且还是业务上的授业关系, 她竟然就这么主动地接近我, 让我感到有些无所适从。 我只是感觉自己的怀中一团柔软, 清香的玫瑰香气和少女的体香 不断传入我的鼻尖, 令我心乱如麻。 面对这样的美女, 要是我一点情绪都没有, 反而显得不正常, 只不过自己毕竟是来讲课的, 要是被刘婷婷的家里人抓住, 我的人生整个就毁了。 刘婷婷小姐, 要不你还是搬个凳子过来吧, 你靠得太近了, 我有点不适应。 我缓和自己的语气温柔地说道, 想要向她解释这样的行为不是很合理。 没想到刘婷婷扭过头来反问我一句, 怎么, 王老师, 我长得不好看吗? 这是算是挑逗我吗? 一时间, 我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去把话给接下去, 只能傻傻地点头, 罗小姐, 你, 你很好看。 我好看得可不止脸蛋哦, 你要是想看别的也是可以的。 刘婷婷突然将身子往我身上一蹭, 她这一动将我心底的火彻底点燃了, 我发现自己的双手开始不自觉地游走, 而她也没有任何反抗的意思。 她在说完这句话之后, 双手放置尖头, 开始缓缓地将自己身上唯一的一件薄纱, 一点点地吞去, 反而这样的慢动作让我感到非常有兴趣, 心里的欲望彻底被激发, 手上的力气也越发加大, 马上就要到她身前的神圣地方, 我不敢眨眼, 生怕漏掉了任何一个细节。 就在这时, 客厅里传来一阵清朗的女声, 刘婷婷, 你在家吗? 客上的怎么样? 我这一听, 估计是刘婷婷的妈妈回来了, 赶忙抽身离开凳子, 害怕被她的妈妈发现我和刘婷婷正在进行亲密动作。 刘婷婷对她妈妈的问话没有一点回应, 反而是表现出一脸的鄙夷, 看样子她们母女的关系一般。 也是, 要是知道自己的女儿这么开放, 做母亲的估计都要操碎心了。 随着脚步声游远极近传来, 一个身穿淡青色包臀裙的女子 出现在刘婷婷的房间门口。 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惊呆了, 这简直就不像是三四十岁的女子 该有的体型和容貌, 她身材完美, 身前格外的有分量, 面旁更是俏丽, 就像是从油画中走出来的美人。 乍一看, 可能会觉得和刘婷婷是姐妹, 而不是母女关系。 哦, 你就是新来的教学老师是吧? 你好, 我叫何熙, 是刘婷婷的妈妈。 何熙对我微微一笑, 就像是春风话语般, 我心底的紧张情绪瞬间就消失了。 你好, 我叫王明, 目前还是一名大三的学生。 我礼貌性地伸出手和何熙握住。 何熙伸手的时候低头一弯腰, 我的双眼直接看到了曼妙的风景。 他非常客气地邀请我在他家吃饭, 王老师, 现在也不早了, 要不你就留下来在我家吃个晚饭。 我本想拒绝, 但眼睛一直盯着面前何熙的美丽面容, 竟然鬼使神差地答应了下来。 何熙一听非常高兴, 说着要去厨房做菜, 而一旁的刘婷婷则表现得很不耐烦的样子说道, 我晚上还有约, 就不在家吃了, 先走了。 说完, 刘婷婷就换了身衣服离开了。 我跟着何熙来到客厅, 坐在沙发上休息, 而何熙则在厨房做饭。 突然我听到何熙在厨房尖叫了一声, 我意识到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立马赶到厨房, 发现何熙跌坐在地上。 原来他是被地上的塑料袋给绊倒了, 膝盖上红肿了一大块, 何熙正瘫坐在地上, 双腿弯曲, 眼神中祈求着帮助。 我来到何熙面前, 仔细查看了他的伤势, 还好只是简单地擦伤, 稍微涂点药再贴个窗壳贴就没事。 何小姐, 你家有治疗擦伤的药吗? 我扶起何熙问道。 何熙镇定了自己的神情, 平稳了情绪之后说道, 有的, 在我卧室的抽屉里。 那我扶你去卧室。 我伸手搂住何熙的柳腰, 将她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我扶着何熙一瘸一拐地走了两步之后, 她突然叫了起来, 不行, 可能是伤到骨头了, 稍微用点力都疼。 还是麻烦你抱我到卧室好吗? 没想到何熙伤得这么严重, 既然她开口了, 我点头答应, 将她打横抱起, 而何熙也很自觉地将双手勾住我的肩膀, 露出满意的笑容。 第三章, 还好厨房和卧室的距离不是很远, 我很轻松地将何熙抱到卧室, 将她轻放到自己的床上。 按照何熙的指示, 我在她床头柜的抽屉里找到了治疗跌打损伤的药酒。 她自觉地伸出自己受伤的膝盖, 两条腿完美地展现在我面前。 但此刻不是响入飞飞的时候, 我冷静下来之后, 随即给她膝盖上的伤口指了血, 上了药, 然后拿出纱布简单地包扎了一下。 王老师, 你人真好。 何熙靠着枕头, 斜坐在床头处, 眯着眼镜夸赞我, 还故意地将自己的包臀裙 掀到一个足够诱惑的高度。 我察觉到何熙的举动, 侧过身去, 不敢将眼镜往何熙那里看, 这没什么, 要不是我留下来吃饭, 何小姐你也不会受伤, 说起来还是我的错, 还好只是擦伤, 估计过几天就好了, 何小姐你不用担心。 是吗? 谢谢王老师了。 因为我是侧着身子, 不知道何熙在做些什么, 但我感觉何熙在说这话的时候, 她的声音越来越近, 气息似乎就在我的耳边回响, 就当我准备说告别的时候, 突然感到背后一团柔软的重物压在了身上。 何熙将自己的身子整个压在了我的身上。 王老师, 你教我女儿这么辛苦, 要不要我伺候伺候你? 何熙整个人压在我的背上, 头从我的后脖梗处, 探到前面说道, 或者你伺候我一下。 我慌张到语无伦次, 何小姐, 我, 我只是来给你女儿上课的, 其他的事不在我业务范围内啊。 我慢慢将身子退到床边, 把何熙放到了床上, 何熙撅着嘴有些气愤地说道, 怎么, 王老师给我女儿上课都行, 不能给我也上上课吗? 我转过身和何熙面对面, 本想解释, 却看到何熙露出的半个上身, 甚至连神圣之处都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她刚刚就将自己上身的衣服给脱了下来。 我惊讶到不知所措, 同时也被眼前的风景给吸引住, 让我无法自拔, 只想好好地欣赏一番, 要是能够把玩一下就更好了。 我知道何熙是在勾引我, 但我却完全控制不住, 也不想控制。 心底的火焰燃烧得更加旺盛, 此刻我就只想扑到何熙, 让她见识一下我的能力。 没想到何熙比我还主动, 这么美丽的女子在自己面前如此主动, 我要是在压抑自己的渴望, 就不是个男人了。 在这一吻之后, 我的心理防线完全崩溃, 激烈回应着何熙的同时, 恶狠狠地说道, 好, 那我就给你好好上一课。 何熙也是笑脸盈盈地说道, 好呢, 我倒是要看看王老师有多少本事。 说完, 他便开始主动地展现自己的身姿, 而我也和他缠绵到了一起。 这一刻, 我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享受。 像何熙这种似食如虎的年纪, 不光需求大, 而且技巧纯熟, 还好刘婷婷不在家中, 我和何熙也是肆无忌惮地在卧室内贪恋, 声音一阵压过一阵。 虽然没有吃到何熙亲手做的饭菜, 但是他却把我喂饱了。 就这样, 我和他一直酣战到了第二天的凌晨。 也是因为这场持久的战斗, 导致第二天我在学校的早课差点迟到, 还好是何熙开车送我到的学校, 勉强在上课之前赶到。 我的室友看到我从一辆豪车上下来, 和一位美女深情款款的道别都羡慕不已。 他们都在私底下问我到底和那个美女是什么关系, 我只说何熙是我授课学生的家长, 看我今天要迟到了所有主动送我来的。 室友们见问不出什么名堂, 也就没再问下去。 而我也是无心上课, 一方面昨晚战斗得太累, 脑子里迷迷糊糊的, 另一方面就是心里一直在回味着 昨天晚上和何熙在床上的甜蜜场景, 一直盼望着下周到他家中教课, 到时候再和他战斗一番。 从上次的教学经历来看, 何熙和他的女儿刘婷婷都是十分主动的人, 要是自己下次去多主动去挑逗一下, 或许会有意料不到的收获。 很快,第二次的上课时间到来, 我再次收拾东西来到刘婷婷家。 憋了一周,可是把我给憋坏了, 这次我一定要好好地发泄一下。 我来到刘婷婷家中, 敲了敲刘婷卧室的门。 过了很久, 刘婷婷才给我开门, 眼角还挂着几滴泪水, 精神更是萎靡不振。 罗小姐, 你没事吧? 我贴心地问道, 听到我的关心。 刘婷婷本就崩溃的情绪再也压抑不住, 嚎啕大哭起来, 直接钻进了我的怀里。 我健壮, 只能先安慰她, 没事的, 不管发生了什么, 都会过去。 稍微哄了她一会之后, 她才吞吞吐吐地说明了自己的情况, 我男朋友和别的女人勾搭上, 她要和我分手。 罗小姐这么好的姑娘, 你男朋友瞎了眼, 要是我的话, 一定会好好珍惜。 我试着说出一些鼓励的话, 毕竟我比刘婷婷大不了几岁, 所以这种感情问题,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刘婷婷听到我说这话, 眼睛里闪着星星的光芒, 娇声地说道, 真的吗? 你真的觉得我很好? 那是当然了。 我非常快速地给予她肯定的回答, 因为我知道, 这个时候只要夸她肯定是对的, 加上刘婷婷本身就是很好看。 我的劝慰对刘婷婷很快就起到了作用, 她没有再哭泣, 而是走近我, 紧紧地抱住了我, 王老师,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 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虽然我在授课之前对这样的情况设想过, 但是此刻也未免突然了一些。 我诧异地问道, 罗小姐你说, 到底要我帮你什么忙? 我想惩罚一下我的男朋友, 让她知道被出轨的滋味。 刘婷婷发出恶狠狠的小奶音, 既可爱又有点凶。 那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我不明所以地问道。 刘婷婷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反而是将我抱得更紧, 抬头看着我, 在我低头望着她的瞬间, 亲吻了一下我的面颊。 她的脸蛋顿时就变得红扑扑的, 加上刘婷婷的脸型又是圆脸, 整个看起来就像是成熟的红苹果。 从我的视线看去, 她曼妙地身体曲线一览无遗, 加上她此时穿的是墨胸长裙, 我这一低头刚好看到一大片肌肤。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刘婷婷就拉着我来到床顶, 想要将她所说的抱负进行到底。 之前就有听说过男女双方一方出轨, 另一方将会以同样出轨的方式刺激对方。 这一招对于发泄自身情绪来说屡是不爽, 没想到今天刘婷婷将这样的方法用在了我身上。 不多时, 我便和刘婷婷坦诚相见, 在床上肆意尽欢, 尽情地享受着美好时光。 差不多过了一个多小时, 我还在给刘婷婷教授生理知识的时候, 我的手机发来了一条消息, 上面显示是刘婷婷的妈妈何希发来的, 说是有重大的事情想要和我商量, 要我再给刘婷婷补完课之后去她的房间。 我一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便就穿戴好衣服, 和刘婷婷说明情况。 刘婷婷恋恋不舍地挽着我的臂膀, 对我嘟囔了几句之后就放我走了。 说实话, 相较于刘婷婷的清纯, 我还是喜欢何希的成熟魅力, 自从上次和她一起享受之后, 我的脑海中便一直是她的影子, 看到何希主动邀请我到她的卧室, 我猜想可能是办男女之间的事。 我很快来到何希的房间, 发现她正躺在床上盖着被子, 闭目养神般, 像是在睡觉。 从她露出来的身体来看, 她大概是没有穿任何衣服的。 或许这也是一种情趣, 于是我急不可耐地上前, 在她的脸颊上留下轻轻一吻。 这一吻, 让我觉得唇间传来一阵冰凉, 没有一丝的温热感, 让我感到奇怪。 于是我用手指在何希的鼻尖处探了一下, 并没有发现呼吸的痕迹。 也就是说, 何希睡着了或者死掉了。 可是刚刚她才给我发的消息,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出事? 想到这里, 我心里面有点发慌, 一把将被子掀开, 尽管何希的美丽身体 在展现在我面前, 但是我没有一点想要享受的心思。 我努力地用双手晃动何希的身体, 并大声呼喊她, 何小姐, 快醒醒, 快醒醒。 何希没有任何的动静。 就在这时, 我后脑勺突然传来一阵刺痛, 有人在我的背后偷袭。 经过这一击打, 我的意识逐渐模糊, 脑子也是晕晕乎乎的, 很快就昏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 我身在警察局的审讯室里, 手脚都被戴上了锁考。 我的对面坐着两名警官, 女警官是纪录员, 而男警官看上去有四十多岁, 胸前的吊牌写着他的姓名, 严华, 他正一脸严肃地看着我。 我不明白到底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导致他们竟然这样对待我, 于是愤怒地吼道, 你们为什么考着我? 严警官一拍桌子, 义正言辞地说道, 因为你杀了人。 我杀了谁, 你就别装了。 严警官扔出一打照片, 指着上面的女人说道, 看看, 最好都交代出来。 我拿起照片一看, 上面的女人是何熙, 她全身一丝不挂, 胸口处插着一把水果刀, 整个人躺在床上, 床单被渲染成一片鲜红。 我脑子突然一阵疼痛, 开始慢慢回想起之前的一切。 我记得当时我到房间的时候, 何熙可能是昏迷或者已经死了, 但是这把水果刀当时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这是我被人打昏之后再插上去的, 目的就是为了嫁祸给我。 看来我是被人陷害了, 而且这个人蓄谋已久, 现在我的脑海中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刘婷婷。 严警官, 我是被冤枉的, 我没有杀人, 我被人打昏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哭丧着脸说道, 男警官大吼一声, 冤枉。 胸器上有你的指纹, 死者的身体里有你的液体, 加上我们过去的时候, 你就和死者在一个房间, 而且死者的女儿进房间的时候, 就看到你手上正拿着胸器, 人症物症都在, 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 我哀叹一声, 看样子, 刘婷婷是铁了心要害死我, 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对我不利。 水果刀上的指纹还好解释, 肯定是在我晕倒之后, 用我的手拿着刀刺向何希的, 关键是我没有对何希有亲密的动作, 她体内的液体是哪里来的? 难道说, 之前刘婷婷是故意勾引我, 在我和她缠绵之后, 将液体放入了何希的体内, 从目前来看, 只有这一种可能, 也就是说从我到刘婷婷房间的那一刻起, 她的计划就已经开始了, 为了坐实我的罪证, 于是诱骗我和她上床。 也怪我没有把持住, 稀里糊涂和她办了事, 现在想想实在是后悔。 严警官, 真的不是我杀的, 我是无辜的。 我低着头, 心中的悲愤已经压抑不住。 现在你的罪名已经成立, 等着法院的判决吧。 严警官直接告诉了我的结局, 并再次立声问我, 你到底和死者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杀害死者? 还有杀害死者的过程都说一遍。 我是去给何希的女儿补习英语的, 何希不是我杀的, 当时我收到何希的短信, 我正想解释的时候, 突然想起来当时何希给我发的短信, 连忙问道, 严警官, 我的手机呢? 当时何希给我发过一条短信说, 要我到她房间去, 之后我去的时候, 才发现她躺在床上, 或许那个时候她已经死了。 严警官对着旁边的女警官 耳语了一阵之后, 女警官走了出去, 回来时手上提了一个透明塑料袋, 里面装着的就是我的手机。 严警官将手机拿过来让我开锁, 我找到何希给我发的那条消息, 还好没有删掉, 我将消息递给严警官看。 严警官眉头紧锁, 用手撑着下巴, 好像是在自言自语道, 奇怪, 法医给出的何希死亡时间是下午四点左右, 但是这条消息发出的时候已经是五点了, 死亡时间误差不可能这么大, 也就是说当时何希已经死了, 有人用他的手机给你发了消息, 但是我们从死者的手机上没有看到这一条消息, 很明显是有人想刻意掩盖这些。 听了严警官的分析, 我常常地输了一口气, 对吧, 我要是凶手的话不可能做这么多余的事。 严警官对于我说的话显然是持肯定态度的, 身子往后一仰, 双手交叉放在身前, 对着我颇具深意地笑道, 没错, 我从一开始就没觉得你是凶手。 我顿时有些莫名其妙, 合着刚才对我的恐吓都是演戏, 都快把我吓尿了。 死者的伤口血液流出量较少, 而且呈淡红色, 按照正常人被刺杀的情况, 血液应该是呈喷射状, 颜色应该是深红色。 严警官漫条丝里地解释道, 你目前还只是嫌疑人, 我之前和你说的话都是吓你的, 就是想套套话, 加上舆论对这个案子看得重, 只好先将你关起来, 暂时平息一下风波。 我对严警官的行为表示理解, 至少目前我是安全的, 只是我需要配合警方找到证据, 才能洗清自己的嫌疑。 就在这时, 门外有一名年轻警官敲门进来, 他对着严警官低声说了一句, 随手严警官站起身, 笑着说道,走吧。 去哪? 我那么地问道, 有人要见你, 我带你过去。 谁呀? 严警官一边开门一边说道, 见了就知道了。 我跟着严警官来到接见时, 我看清楚了玻璃对面人的脸, 他是刘婷婷, 隔着接待式的玻璃, 我和刘婷婷见了面, 他穿着一身JK制服, 脸上洋溢着少女的喜悦和欢心, 对我说道, 王老师,你还好吧? 你为什么要害我? 我睁大眼睛狠狠地瞪着他, 就像是看见了我的仇人。 我不明白自己和他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害我背上一个杀人的罪名? 你们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这是你应该受到的惩罚。 刘婷婷突然变换了眼神, 投射出幽暗的目光, 配合着她猙獰的面部表情, 就像是一个恶毒的女巫。 确实, 这一切都是我应该承受的, 都是我色迷心窍, 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身体, 才导致了这样的后果。 不过, 王老师你放心, 我不会为难你, 只是想让你尝尝苦头, 有人必须要为这一切付出代价。 刘婷婷说完这些话后, 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虽然没有明白她的话, 但按照刘婷婷所说, 自己估计很快就没事了。 和刘婷婷说完话之后, 我又被带到了审讯室。 严警官告诉我说, 刘婷婷走之前留下了一个优盘, 他相信里面一定有关于凶手的证据, 拿了过来打算和我一起看。 优盘中有几段视频, 其中一段就是关于何希被杀的片段。 从角度上看, 这个摄像头应该是潜藏在何希房中的相框里, 正好可以看到何希整个房间的画面。 当时何希正在房间内做瑜伽, 她优美地身姿在瑜伽店上左右摇摆, 美景让人目不暇接。 这个时候门开了, 进来了一个男人, 从镜头中能很清晰地看到男人的脸, 这个人我认识是刘婷婷的男朋友楚北山。 何希看到楚北山, 没有一点的意外, 而是非常热情地拉着他一起坐到瑜伽店上, 而楚北山也表现得非常开心, 开始在何希身上妈撒起来。 也就是说, 楚北山作为刘婷婷的男朋友, 竟然和刘婷婷的母亲有一腿。 难怪当时刘婷婷说自己的男朋友出轨了, 原来出轨对象是何希, 这简直就离谱。 画面中, 何希和楚北山很快就在瑜伽店上缠绵起来, 不过也只是仅限于肢体的接触, 没有更进一步的亲密动作。 楚北山从房间的水壶中倒了一杯水, 从镜头中看到, 楚北山在背着何希的时候, 将一个白色的药丸放了进去。 药丸很快在水中稀释, 要不是镜头记录, 根本看不出来楚北山有这些小动作。 随后, 楚北山殷勤地将水递给了何希, 何希喝了没有过一会, 整个人就瘫软地倒了下去。 可以看出来, 那个药要么是毒药, 要么就是安眠药之类的东西。 之后镜头下就看到我进来, 在发现床上的何希之后十分慌张, 而就在这个时候, 楚北山已经来到我的身后, 抄其手上拿着的一根木棍, 直接将我打昏了过去。 和我当时的经历是完全吻合的。 也就是说, 当时将我打昏的人是楚北山。 之后, 视频中便记录下来, 楚北山趁我昏迷不醒的时候, 在我手中放上了一把刀, 然后将其刺入了何希的身体。 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 这个视频也就直接坐实了楚北山杀害何希的罪证。 优盘中的其他视频是关于楚北山和何希之间亲密视频, 还有我和何希上床的那次。 严警官在看完视频之后, 立马就命令手下将这个楚北山逮捕。 据说当时逮捕的时候, 楚北山还在学校上课, 对自己杀害何希的事矢口否认, 奈何在视频面前, 他一点狡辩的余地都没有。 整个事件到此算是告一段落, 但还没有结束, 虽然视频中看到了何希死亡的真相, 但是关于何希的体内为什么会有我的液体, 还没有调查清楚。 我主动将自己之前和刘婷婷上床的事情和严警官说了, 严警官也做出了和我之前一样的推测, 认为刘婷婷通过某种手段将液体放置到了何希的身体内, 所以说刘婷婷和楚北山是合谋一起将何希杀害, 将所有的罪名都加在了我一个人的身上。 而楚北山在得知是刘婷婷出卖了他之后, 经过一番审讯, 最终将所有的罪行都承认了下来, 同时也将自己和刘婷婷一起密谋杀人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算是鱼死网破。 他们的计划原本就是想将何希手中的财产全部得到, 为此他和刘婷婷便计划将何希杀害, 然后将所有的罪责都推给我。 这样一来, 他们就可以置身事外, 还可以得到一大笔钱。 只是没想到刘婷婷留了一手, 将这过程全部都给记录了下来, 估计是因为知道了楚北山和自己的母亲有一腿, 所以心生怨恨, 为此才将视频曝光了。 因为有了楚北山的口供, 所以警方立即派出警力到刘婷婷的家中抓人, 只不过等警员赶到的时候, 刘婷婷已经在自己的卧室上吊自杀了。 或许是他知道自己跳不掉被捕的命运, 也或许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刘婷婷已经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人和事, 于是他选择早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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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